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升长期的功能 今天为大家介绍高甲的配方 高甲一般上以中弹磷高甲 如大家熟悉的兰肥配方 12 12 17 什么时候使用高甲配方呢? 高甲应用的作物是什么呢? 12 12 17这个配方是不是有点像大家熟悉的平衡型肥料 比如3个15或者3个16呢? 我们先谈谈平衡型肥料 平衡型肥料的设计上 能确保作物的大量元素都得到山药素 比较全面和安全的 这里指的安全 是山药素都要万无一失 针对的对象是家庭园艺作物和观赏树木 许多的水溶性肥料也会多次继承平衡山药素并以比较高频率的使用方式来施肥 但是到了专业农户手上 山药素就失去了它原本的优势 主要是 在经济果树上的生长期和繁殖期是非常明显的 两个时期所测中的元素 也就是高氮和高甲 平衡型配方中的零 一来利用率不高 二来需求性也不大 因此没有必要设计成山药素同样的比重 也是一种过量施肥产生浪费 高甲的配方能独当一面 在瓜菜类 果菜类 根菜类等 因为它们的营养生长期短 特别适合全期使用高甲 主要的原因也是怕蛋素导致营养生长太旺盛 对后期挂果或者挂瓜生产影响 用在果树 针对如柑橘 莲雾等 蛋素的消退如果不能完全 对国品产量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 高甲的配方也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这也是12-12-17为全球不变受欢迎的原因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